郭文貴議員 大家好 我們接下來的議程是 台灣學術環境網路的監管與治理論壇 我們邀請了三位語談人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Mozilla社群的參與者Irvin 我今天是主持人 我們邀請了三位語談人 個別是前ICNN董事吳國維吳董事 他也是NII 就是網路發展測經會 產業發展測經會的前執行長 然後第二位是梁博士 是聯發科技企業策略本部的處長梁博士 大家可能比較認識他的地方 他是交大CCCA社團的創設的社長 第三位是NCC目前的委員 陳耀祥陳委員 他是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的助理教授 他的專長是在於法規方面 我們希望他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 學術網路跟法規有關的地方 我們先請三位先自我介紹 向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好 我叫吳國維 我最早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以後 就在美國教過兩年的書 然後兩年書以後就到一家 明里斯多達的超級電腦公司叫Clear Research 做軟體開放 在1990年回台灣 就是當國家高速電腦中心的副主任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副主任結束以後 我就到番速騰即當自身副主任 2000年的時候離開 1998年離開高速電腦中心以後就到 各位可能有些人還知道叫番速騰 我以前就到番速騰即當自身副主任 1998年 2000年的時候 離開番速騰到鴻基當執政副主任 然後在2003年到NIA產業發展系 進會當執政長 一直做到去年9月退休 那目前在中華電信當獨立董事 這個獨立董事現在在台灣好像負面名詞 不過anyway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國外的參與 最主要是EPINLEAG的理事 做了12年 那EPINLEAG理事做完以後在PIR PIR當董事當了兩年 然後在ICAN當董事當了六年 所以這個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梁柏松 我本身的話是交雜電子 一直從大學念到博士 所以交雜電子博士 那後來在台大EMBA 也修一個商學的措施EMBA 那我本身的話 其實最早的話在大學時候的話 因為那時候網路剛引進台灣 然後在交大設立一個 校圓網路測驚會CCCA 算是最早在開始推廣網路方面的社團 那有些經驗 所以到時候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後來的話 雖然我後來工作 現在最主要是 後來到園區裡面 我現在在聯發科技服務 那之前在林洋科技 那之前有設計一些CPU 所以我身上大概有87件專利 那得過三次國家發明獎 後來拿到世大結束經驗 那所以說一直都在電子網路方面 那現在在聯發科技這邊的話 因為聯發科技這邊有在發展 3G、4G一直到5G的網路 所以說跟網路這邊的話 又有關係 那希望這邊跟大家一起溝通分享 謝謝 好主持人 吳董事 梁博士 還有各位在場的貴賓 在場的同學 大家午安 我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委員 叫陳耀祥 那很高興 很榮幸今天 應那個大會的邀請來參與 其實我很少參與網路社群的活動 因為我本身是學法律的 我參與的基本上是法政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在場是很多是科技人 我基本上是法律人 這年頭在台灣當法律人常常被罵 不是恐龍就是怎麼樣 所以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認識很多的先進 還有各位在場非常多的年輕的朋友 看到各位就看到台灣的未來 那當然台灣的未來是什麼樣呢 大家要共同努力 那今天我主要的角色 是以主管機關的成員的角色 來跟各位分享一些 有關於一些電信或網路方面的 那因為我本身是法律的背景 所以我主要的觀點 大概是從法規 尤其是從所謂資料保護的角度 去看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我們這邊有三位語彈人 各別是不同的專長 那就像剛剛陳委員所提到的一樣 我們在台灣的技術社群 或是技術的研討會上 可能很少大家會很少有機會 接觸到政策相關的事情 網路政策相關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今天就是一個契機 讓大家可以稍微知道 稍微了解一些 了解一下現在的機制 然後相關的議題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去關注 就是台灣接下來有許多跟 網路政策相關的重要的法案 在研議中 那希望給大家也可以一起去關注它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討論我們的 今天的第一個議題 就是大家平常在學校使用網路的時候 就是數網啊 或是學校的網路的時候 你可能會很好奇說 就是學術網路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成型的 它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那我們這邊正好有就是 最早最早在高速中心協助 學網的建制的五董事 那可以跟我們大家談一下 聊一下就是學網它的成型的機制 學網成型的那個歷史的故事 在1990年到1992年的時候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的 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台灣學術網路發起的時候 的主要的目的 然後接下來談 當時或是現在的Operation的方式 那有關學生的部分我想等一下 請梁博士來說明 那第一個1990年 台灣決定要蓋一個高速電腦中心 在新竹科學園區裡頭 叫做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那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當初蓋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那些使用者 怎麼樣來使用這個超級電腦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1990年一個一台超級電腦 費用 經費至少都是3億台幣以上 那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當初成立的時候 那一台電腦就標了4億台幣 4億台幣 那這麼昂貴的電腦 你不可能說要使用電腦的人 要跑到新竹來使用 尤其當時沒有高速鐵路 幾乎每一個人都要坐車 坐火車或開車 所以在1990年 那個時候我當副主任 主任可能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那個時候的主任就是張善政 過去的行政院長 他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那時候我就跟張善政說 在國外 比如說像美國 美國的高速電腦中心 最早有一個叫NSFnet 可能有人聽過 這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網路 是最早最早 早期的所謂BAPBOM 主幹 那這個主幹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美國當時前美國有四個高速電腦中心 一個在 Cornell 一個在 Urbana Champaign 一個在 San Diego 另外一個好像在 Pittsburgh 那一樣美國的土地比我們更大 所以要用這個電腦非常麻煩 所以當時就希望把這個BAPBOM把它建起來 把四個高速電腦中心把它建起來 那任何一個使用者 不管你是在 Alaska 或是你是在 Florida 或者你在 whatever 美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你只要能夠上網 你就可以去使用這個高速電腦 原則上在1990年 我們就把這個概念引進台灣 引進台灣最重要的目的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邪術研究串起來 能夠使用這個高昂貴 一個4億台幣的電腦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在台灣的BAPBOM 在西海岸所有的費用 由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來負擔 這個網路的建構 比如說國高拉到交易部 國高拉到中央大學在總理 拉到交大 拉到中心大學 拉到成大 還最後拉到中山大學 那至少西海岸這些學校 基本上就可以透過這些主幹 然後連上來使用高速電腦 那你會說那我假設不是中山大學 我不是成功大學怎麼辦 各位假設知道學術網路的結構 它有一個結構叫做區域網路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國立大學 都叫做區域網路 比如說北部 假設北部的學校 你要連上學術網路 使用高速電腦中心的設備 你只要能夠連上中央研究院 台灣大學交易部 你就可以連到高速電腦中心 同樣的情形 中部 比如說東海洪甲 靜宜 你只要能夠連當中心大學 你就可以連當高速電腦中心 所以這個是當初 為什麼要蓋這個學術網路的一個概念 在1990年建這個網路的時候 碰到的最大的問題是來自於中華電信 當初是國營企業 而且過去的電信網路沒有修改 所以電信網路 中華電信裡面有一派人 非常反對 這個是違法 認為學術網路是違法 所以當時的行政院的處理方式 就是說 學術網路叫做實驗網路 Experimental 是一個實驗性的網路 所以用實驗性的網路 去避開當時的電信網 我想等一下陳委員可以講得更清楚一點 所以用實驗的名義去避開這個法律上的問題 讓它成立起來 那這個成立起來 當然你不要以為中華電信就這樣結束 因為當時我們很多獨家壟斷的公司 那第一個問題牽涉到了 其實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宿舍網路 這個中華電信就是說 宿舍網路不能屬於叫做實驗網路 它就是一個user 它就是一個ISP 所以理論上宿舍網路不能算為邪術網路的使用者 那你怎麼去界定它呢 因為非常麻煩 我要是在學校裡頭 我在辦公室可以用 我在教室可以用 我回到宿舍就不能用 那後來可能在座有些人可能知道 早期在教大有一個在網路界很有名的叫劉大川 劉大川搞了一個怪招 他就去說 因為學術網路各位知道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其實有三大網路 三大網路 我講的是真正的wilding的部分 台灣最大的第一個網路 最大的當然是中華電信的網路 因為所有人你只要拉ADSL 其他家幾乎都是在做二手交易 根本沒有真正在經營ADSL的連線 那第二大的其實 原則上來講叫做學術網路 學術網路為什麼大呢 因為很簡單 學術網路從小學一直到所有的研究單位 所有的人口 使用人口將近超四百萬 第三大的是誰呢 第三大就是GSN 這是政府網路 政府網路相對的小 而且它其實外包 它其實外包的動作 所以這個大概簡單跟大家講說 當時學術網路怎麼成立的 它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我簡單再多一分鐘講管理的部分 學術網路當時在管理的時候 是把它透過兩個委員會來管理 一個叫管理委員會 一個叫技術委員會 等一下我們可以談到自己的 可以講更深入一點 那管理委員會簡單說 就是電腦中心所有國立大學的電腦中心 後來當然也有市立大學進來 因為市立大學抱怨說 為什麼他們不能進來 所以後來管理委員會 基本上電腦中心的主任 就成立為管理委員會 網路組的組長 就成立叫做技術委員會 我大概簡單先聽在這裡 好 謝謝吳執行長 對 非常資深的前輩 對 那我呢 就是那個時候的話 吳執行長他在 這個網路引進台灣的話 我供逢其盛 1990年的時候 我剛好進到交大就讀 所以那時候的話 我是以一個學生的身份 來參與這整個網路的 那時候我跟大家一樣都是學生 但是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就在那時候 教大開始說有宿舍網路的時候 他們開始煩惱了 當網路延伸進宿舍以後 誰來管這個網路 如果半夜網路如果斷的時候 那誰來敲開學生的門 去管這個網路 所以他們最後想到一個辦法 讓學生自己組社團 來管理這個網路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組立一個 CCCA這個社團 那這個就協助管理交大網路 那這時候我們突然間 好像發現一個寶庫一樣 在以前呢 我們在看矽谷的時候 哇我們很羨慕 矽谷有一個什麼 車庫文化 他們在車庫裡面 可以變出各種實驗性的東西 那這時候呢 宿舍網路 偏然變成了 那時候我們在交大 一個實驗性的地方 變成我們的車庫 虛擬的車庫 所以在上面大家可以 有各種各樣應用 所以那時候各種的 包括各種BBS 包括各種網路應用 開始不斷地冒出來 那然後呢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這個社團就協助 這些事情能夠發生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工作呢 其實一個是推廣 一個是協助管理 那正確講就是在 協助造橋鋪路 像舉個例子好了 那時候我們需要 各種各樣的那個什麼 open source的資源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協助設立一個 那時候當初是全亞洲最大的 檔案資料庫 叫NCTUCCA 那時候管理了 14GB的資料 14GB現在覺得好像很少 可是當初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用的是 軟碟片 一片1.44MB而已 那時候我們卻設立一個 這麼大的database 那另外呢 我們那時候也看到說 在網路各個BBS 在傳輸的時候 它的那個什麼 news很難傳輸 所以我們引進了 netnews 協助管理 那於是呢 讓各個BBS能夠串聯在一起 那現在目前呢 PPT什麼之類的話 這些都是當初 最後留下來的 那另外呢 那時候的網路在使用的時候 很多地方中文化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協助做中文化的部分 那然後我們也辦了社團 來做那個 辦了camp 那個 最有趣的是 我們辦了那個什麼 夏令營的話 發現來的人居然是什麼 是 最有名的人居然是有一個 檢察官居然來 報名我們的camp 來參加camp 因為那時候他們不知道 網路是什麼 但是要爭辦網路犯罪 所以跑來這裡 跟我們學習 那國外跟我們聯繫 都以為我們是教授 結果事實上 我們只是一群抽毛頭而已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後來也出書 所以後來的話 我們就在 初期的話 尤其台灣已經出去的時候 我們也算做一些事情 那可以來協助這個網路進行 那這邊的話 待會的話 還有一些故事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剛才聽吳董事長 吳董事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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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董事長在講這個 歷史啦 那時候我也是學生而已 那不過 當然因為我不是科技人 所以沒有像各位這麼熟悉 不過 基本上剛才會 為什麼會提到 中華電信這個問題呢 那是因為 所以本來我們像這個電信濕引呢 是由國家壟斷的 那到1996年以後 才有所謂電信自由化的問題 所以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電信呢 為什麼會有三大兩小 那是後來電信自由化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在討論議題裡面 特別有提到這個電信管理法 就是新的電信法裡面 為什麼我們會 NCC經過這幾屆以來 大家的努力呢 要希望 重新建構一個新的電信管理法 其實呢 電信法 當然我們電信法 後來在自由化以後也有修正 不過基本上的架構 並沒有太大的更動 有個最大的問題是呢 電信法其實很多呢 是一種戒嚴時期的觀念 戒嚴時期的觀念 基本上來講的話 電信是被高度管制的 各位都知道 如果你們看電影 看過諜報片就知道 這個 如何透過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發報機呢 把那個訊息傳播出去呢 這個是我們常常看 裡面諜報新聞裡面常見的 所以呢 電信呢 不管是所謂的電波也好 頻譜也好 包括它的設備 器材也好 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 那當時為什麼會有出現這個問題 最主要是說 以我們到目前為止來講的話 電信如果要 你如果要經營電信事業來講的話 我們分為第一類第二類 都一樣原則上都是一樣要拿執照的 要拿執照的 那所以呢 當時的那個 那個學術網路進來的時候 馬上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到底是不是電信業 如果是電信業來講的話 那當然要有執照的問題 那這個就會涉及到 當時電信法的問題 那不過呢 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電信管理法 現在目前已經在立法院了 在你們這一代裡面來講 將來整個電信呢 是一個開放的 自由的 更開放更自由更彈性的一個 所謂的法規跟政策環境 將來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 你要經營電信行業呢 不一定要自己鋪設網路 不一定要自己架設所謂基地台 將來很多的東西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都是可以用出租的方法去處理 更彈性 這裡我們是希望建構一個 有助於未來整個 不管是只有學術網路而已 或是我們各種的所謂的商業的 或者是所謂公眾網路這邊來講的話 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一個環境 各位都知道我們電信基本上來講的話 現在進入所謂的5G時代 行動寬品裡面進入5G時代以後來講的話 現在未來不是故往行動這些基本上來講 你們現在隨時隨地在各地上網來講的話 這個事件呢 已經這個整個空間上已經一直在縮短 那整個科技的發展裡面呢 所以我們整個法規跟政策呢 必須因應的做更大彈性的調整 那各位都還知道 電信呢 基本上我們目前的電信法裡面都還有刑法 如果你沒有申請執照 你去經營比如說像去經營的第一類電信 或是你沒有執照去發射什麼 利用這個頻率 或者是說發射電波 這是要抓去關的 這個是我們所講的地下電台 像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都會跟電信法是有關係的 那當然這個我們可以這麼說 這個我們現在很多科技通常都跑在很前面 那我們法律跟政策都在後面追了 我們可以看到說我們整個國家法 基本上的模式是這樣子 或許政策可以談調整很快 可是政策要執行一定要經過什麼 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據或是修法 那可是各位都知道 當一個法律從我們一個行政機關到行政院 再從行政院提到立法院去 再要經過立法院呢 會長得怎麼樣 大家沒有辦法去預測 那立法院是整個所有的 包括整個各方的政治經濟利益的一個匯集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從行政機關提出去的法案 到時候出來長出來 跟我們原來預期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剛才提到所謂網路政策的問題 其實各位都知道 其實台灣基本上來講的話 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網路政策 那其實我認為為什麼這裡不見得是不好 因為網路本來就在談自由開放創新 然後現在講安全 那當然有一些零星的這種所謂的網路的個別的議題 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所謂網路政策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台灣並沒有一個所謂的單一的網路的主管機關 因為網路是涉及到所有整個國家 所以待會兒如果有時間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自通安全管理法 查案的這些相關的立法這些 還有我們電信管理法這個部分 常常外界有一個誤解說 網路不就是你們NCC管的嗎 這句話其實只講對一部分 我們NCC對涉及到網路事務當然有關 有一些可以涉及到我們的 因為比如說電信的基礎設施這些 或者是說器材的驗證或是相關的 但是其實網路是涉及到我們所有的生活 涉及到我們所有政府的各部門 所以後來為什麼各位都知道 我們的自通安全管理法的主管機關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行政院 那是要行政院才有辦法去統做這個問題 可是各位知道我們現在人的生活 基本上都網路化了 以前我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寫論文的時候還用稿子 你們大概很難想像 現在稿子在文具店都買不到的 我們以前是寫完稿子再去打字 當然我那時候打字已經不是用打字 也是用電腦的 不過那時候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我們台灣的整個電腦的剛開始 可是到目前為止來講 各位都知道你們現在在學校裡面寫paper 基本上你沒有 我們以前我們在博物館裡面常常看到 所謂手稿有沒有 很多重要的人物留下一些重要的手稿 現在基本上沒有手稿 因為現在所有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機器化 網路化 所以這個以後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說 未來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東西來講的話 可能在這些所謂資料或著作權的部分 這個就在我們網路裡面是相關 是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跟各位報告一下 除了電信管理法以外 我們另外一個叫數位通訊傳播法 其實它就是跟網路治理有關係 我們不用網路管理 我們是用網路治理的概念 用governance這個概念去作為一個 這個法律的整個立法 那這也會涉及到說 比如說你說像這個學術網路 學術網路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並沒有說特別把學術網路 一定要納管這個問題 因為學術網路基本上來講的話 除了它的比如說相對於一般商業網路來講的話 它的特殊性以外 學術網路其實會涉及到很高度的 言論自由跟學術自由的問題 基本上來講的話 國家機關這個部分來講 能不碰就不會要去碰 除非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個別靈性的議題 比如說網路上的一些侵權 比如說著作權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或者是說有些個資 或者是有一些犯罪偵查的問題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不會有一套說 所謂去對學術網路進行管制的政策跟法規 不會這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涉及到整個國家非常重要的發展 我先初步跟各位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我想大家同學平常在學校 或者是自己做專案的時候 可能會很好奇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個專案 然後在網路上面公開出去 然後給大家來使用 會有哪些相關的主管機關 如果你今天東西要商業化的時候 會有誰跟你講說這違法 這不違法 你要找誰討論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 就是學術網路 吳舍剛有分享說 學術網路目前的管理 基本上是兩個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跟技術委員會 那個別是電算中心的主任跟主長 這兩個單位 那他從1992年成立到現在 已經26年的時間了 就是他基本上還是一樣的機構 一樣的機制在運作中 那電信如果是民間的網路的話 又更複雜了 包含了NCC 陳委員這邊NCC 然後包含了剛剛有提到的行政院 資安處行政院這邊 有管道跟資安有關的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你平常是有在做一些專案 然後或者是你有在參與網路公司 網路的服務的營運的話 可能要關心這些單位的相關的法令 相關的政策的制定 可能會對你有所影響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議題是 就是學術網路到底誰來管 剛剛NCC的陳委員有說 NCC基本上是不管的 希望不要管 希望不要管 因為學術自由的問題 然後言論自由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 那我們可以請 請 吳瑟爾或者是梁博士 可以跟我們多分享一點 就是當時 網路剛成立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人在管 有沒有人在制定規則 誰來說就是 你可以用多少流量 你可以用這個服務 你不能用這個服務 對不對 我大概簡單說一下 過去所碰到的問題 跟我看到現在學術網路的問題 的確沒有錯 在1990年的時候 台灣的學術網路 開始把這個被蹦建起來 然後拉到 從區域網路拉到現實網 各位大概知道 從國小到國中 是屬於現實網路在管的 那教育部這樣子做的理由是 教育部的講法 教育部的講法是 教育部基本上是不管 國小到國中 因為國小到國中 是屬於現實政府的權責 所以它只負責區域網路 那所有的現實網 譬如說我們剛剛 隨便講一個例子 譬如說嘉義縣或嘉義市 小協到國中 它的網路怎麼連到協數網路 原則上來講就是它 嘉義市跟嘉義縣都有一個 叫做縣市網路 那縣市網路第一個 它的問題就會出現了 有些縣市政府 教育局在管 有些時候是縣市政府的 資訊局在管 或是資訊處在管 甚至還有縣市政府 更不在乎 它不在乎的時候 你說那學校怎麼連呢 那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時候 教育部電算中心 原則上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看有沒有 譬如說隨便說 我是隨便舉例 譬如說嘉義市 有某一個國小 或某一個國中 比較熱心 它希望能夠連上網路 然後呢 它就跳出來說 我要做縣市網 因為我隨便說的 嘉義市政府也不想管 然後就有一個學校跳出來說 我願意做縣網中心 或是市網中心 那這個時候 教育部電算中心怎麼辦呢 教育部電算中心 就會編列一點點錢給它 然後把它的 國小或國中的網路 從它那個學校 就直接拉到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去網中心 譬如說嘉義 它就會拉到成功大學 那整個嘉義市或嘉義縣的國中小 高中怎麼辦 它就必須要拉到這個縣市網 中心連上線 那還不錯 就是用這樣子的機制 台灣在1990年代的時候 台灣整個國小 台灣的國小大概 我記得沒錯 大概以前 將近一千所學校 加起來大概幾千所 包括國中跟高中 加起來應該差不多在三千多個學校 就用這樣子一個縣網中心 市網中心 區網中心 然後連到北本 那整個學術網路就完成了 在那個年代 1990年代的時候 的確在全世界能夠讓 所有的小學 沿路到所有的研究院大學 都能夠連上網路 台灣是創劇 台灣那個時候是創劇 連日本也來學台灣這一套 中國大陸的學術網路叫Sernet 它其實也是來台灣學這一套 把它延伸從這個區網 延伸到線網市網 那中國大陸 大概你大概知道 它有從大學延伸到學校 這樣子延伸下去的 所以那個Sernet 它的Operation 基本上的結構是用 跟高數點 那個以前台灣學術網路一樣 問題就會出在這裡 問題就會出在 我剛剛講 第一個問題 在那個時候發生的問題 到今天也沒有解決的問題 就是縣市網中心 到底是誰要來負責 我剛剛講過了 有些譬如說台北市 台北市它就會說 我的教育局願意跳出來 那就所有台北市的小學 一直到高中 全部連到台北市的教育局 那有些縣市政府 第一個沒有概念 或者說沒有經費 經常問題是出在沒有經費 所以它就沒有經費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某一個學校願意跳出來說 我願意做縣網中心 或市網中心 那問題現在在台灣 這個縣市政府出現的問題 就出在於說 有些時候縣網中心 或市網中心 是由教育局在管 有時候是資訊局在管 有時候根本沒人管 就是某一個學校 自己跳出來主動 然後去coding 去協調其他的學校 然後把它 這個縣市的網路 把它建構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怎麼辦呢 那教育部 又教育部自己的理由 說縣市政府不歸他管 這個我想 陳委員可以講很多 很多政府單位都會互相推卸責任 教育部就說大學歸他管 對不起縣市是屬於各教育局管 所以他就不管 那不管 但是你還是要operation怎麼辦呢 那教育部就用一個方式 就編列一筆預算 叫做補助款 這個常用補助款的名義 這個補助款其實很少很少 你試著想想看 比如說縣市網 比如說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澎湖縣網中心 我自己立 不要跟澎湖對上線 到時候澎湖縣長來找我 我也麻煩 就比如說澎湖縣這個縣網中心 他沒有人願意承擔 就是政府單位沒有要承擔 然後有一個學校要挑出來做澎湖縣網中心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做法就是 教育部編補助款 補助多少錢呢 你聽了你都會覺得很驚訝 大概補助的金額大概四十萬台幣 一年喔 你試著想想看 你不要說買設備 人發薪水都不夠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在管理上的問題 就是縣市網中心 常常因為他沒有專責人員 沒有專責人員 他怎麼辦 他就從小學 國中或高中 看有沒有老一個老師 有那個熱誠 他願意借調來管縣市網中心 借調 什麼意思呢 所謂借調就是說 我是新興國小的老師 我對電腦很有興趣 我領新興國小的薪水 但是我跑到縣市網中心 來管這個網路 但是你想想看 新興國小校長願意這樣嗎 他當然不願意啊 我再付薪水 這個老師又不教書 跑去管網路 這個狀況在目前台灣的 學術網路還存在這個問題 一直沒有解決 也就是說 我們聽起來說 學術網路有管理委員會 有技術委員會 請問這個問題誰要解決 理論上應該是教育部 要跟各縣市政府的交易局去討論 但是問題 連縣市政府自己的縣長 市長也搞不清楚啊 才會有說 有些時候他是掛在教育局 有時候掛在資訊處 這個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問題到今天沒有解決 第二個問題 所以我直接把 真正現在學術網路我看到的問題 我提出來 學術網路當初因為 中華電信是獨家壟斷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是用實驗的名義 把學術網路建起來 請問這個是合法的行為嗎 這個第一個問題 所謂合法的問題 就是說 請問今天邪術網路在 Operation的時候 這個整個網路啊 在公元2018年 還可以叫實驗網路嗎 你試著想想看喔 邪術網路基本上有兩條 一條Badbomb 一條叫做Tarney 一條叫Torrent Tarney基本上是RUN IPv4 Torrent RUN IPv6 全世界現在很少有人說 把IPv4跟IPv6切開來要RUN的 這個在學術網路 已經走了很多年了 這個第一個 完全不符合科技發展的趨勢 第二個 到目前為止 假設你去說 學術網路合法嗎 我都有點懷疑 所以我其實在很多時候 我有機會在通傳位做演講 或碰到他們的人 我經常建議說 通傳位應該要學習 想辦法把邪術網路 納進來變成台灣RSP的執照 二類執照 那我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它總要有一個法律的基礎 存在 它為什麼可以RUN一個邪術網路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User有將近三四百萬的User 那不是說通傳位就會去 伸手介入 但是讓它合法化 那我剛剛講 中國大陸的社內 是超台灣的邪術網路 社內今天也是變成 中國大陸工信部一個RSP 取得執照 中國大陸有好幾個 不是電信業者在做RSP 我舉一個例子 剛剛講的社內 清華大學RUN那個 前中國的邪術網路 就是一個例子 它就變成一個特殊的RSP 還有一家 還有一個叫中國科學院 中國科學院在中國 有三百多個研究所 它把這三百多個研究所 連接起來叫做CSTNet 那這個CSTNet 也不能用所謂的實驗 什麼亂七八糟的理由 說我可以繼續亂這樣子 沒有合法 所以它也把它 納到工信部裡面去申請 它變成一個RSP業者 那社內有沒有可以對外營業呢 那你就可以從相關的法規 給它一些相關的限制 因為譬如說 假設它要拿來跟商業 在商業的RSP業者競爭的時候 第一個商業公司 第一個會challenge你的問題是說 邪術網路你所有的預算 都是公務預算 你基本上是靠政府的稅金 在養你的 那憑什麼你要來跟商業網路 站在同樣的基礎 這個我想商業公司 一定會challenge 所以我才說 你應該類似中國大陸的 工信部在管CST內跟社內的方式 讓它變成一個特殊的RSP業者 把它納管 那這樣子就有一個法律的基礎存在 那當然還有不止 那包括教育部 它必須要去協調這個 縣市網路的東西 相關的部分 它到底怎麼operation 還有最重要的問題 預算怎麼變 錢哪裡來 那你不能每一年用40萬50萬60萬 這樣子 然後喊多一點的人就給多一點 比如說有一年新北市 以前叫台北縣 台北縣炒 炒得很大聲 然後縣長在政治上重量也夠大 他就可以要250萬 那別人都40萬他為什麼250萬 這個也是一個 學術網路在管理上碰到的問題 更不要說 現在的管理委員會 跟技術委員會 也碰到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現在 學術網路最大的problem出在於說 它到哪裡去交換資訊 做data exchange 還有跟人家做peeling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中山大學的一個學生 或是教授或是教職員 他發個email給高雄市政府 那你有沒有去trading一下 他這個流量啊 到底怎麼走法 在過去經常的走法是從 你想想看 高雄的中山大學 跟高雄市政府的email 必須要跑到台北來做交換 你不接種荒謬嗎 好像說 我要從中山大學要到高雄市政府 我要被坐高鐵上台北 再坐高鐵下高雄 然後再到中山高雄市 這個是一個很方妙的data topology network topology的problem 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 也是學術網路一個topology上的problem 為什麼 因為學術網路管理委員會 認為這個是技術問題 他就丟給技術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都是主掌 他也沒有那麼大的power 所以大家最後的決定說 所有對外的連線 學術網路對外的連線 乾脆由中央研究員來負責 奇怪 為什麼叫中央研究員來負責 中央研究員這邊就說 你只要跟我做data exchange 或是puling 那很簡單 中央研究員就拉到 這個內湖的四方 那你所有商業業者 要跟我做puling 你就到四方來跟我做交換 坦白說 這個不只是在網路上 inefficiency 非常沒有效力 第二個是安全問題 當你一個data流的越荒謬 越經過越多的router 越多的交換的時候 你能夠被駭客 或是被擷起的機會就越多 那這種就是一個荒謬的管理 那這個坦白說 我完全同意剛剛這個陳委員講的 這個問題不是一個部 一個單位可以去解決的 這個必須要有一個統籌的 國家的網路政策 國家的網路政策 在美國也不是在一個單位管 那請問美國的網路政策怎麼做 美國的網路政策很簡單 是白宮coding的大家 做出一個國家政策 那這個國家政策 每一個人都有角色 比如說我隨便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以為外交部沒事嗎 美國白宮做出來的網路政策 美國國務院基本上等於台灣的外交部 美國國務院做一件事情而已 很簡單到全世界去推展 Free Open Internet 各位假設記得 Obama時代的時候 他的國務卿叫Hillary Clinton Hillary 沒選上那個女中 那個候選人 Hillary 在做國務卿的時候 他花了多少時間在全世界推銷 Free Open Internet 那你一定會說 這個跟那個國家網路政策 有什麼關係 錯 這個成功的國家網路外交的政策 讓美國變成全世界網路的霸主 為什麼 因為他create一個叫做 Global Networking 全球網路加上Global Market 這個Global Market 試著想想看 這個Global Market 對很多國家是造成很大的衝擊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衝擊 Amazon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 各位知道 公元2000年的時候 我在翻薯騰當資深服裝 Amazon在公元2000年 每一個禮拜 進一個貨櫃的書 賣到台灣來 每一個禮拜進一個貨櫃 請問有沒有跟台灣交稅 沒有 完全沒有交稅 這個就是Global Market Power 也就是說 當我一個美國公司 我要延伸我的銷售 我的市場 延伸到其他國家的時候 我可以跳過所有的法律程序 比如說我Amazon要幫他輸到台灣 我甚至不需要在台灣成立一個分公司 我就可以幹了 那你的海關我對我沒辦法 你的國稅級也沒辦法扣我的稅 所以這個我簡單把 邪術網路所延伸出來的這些問題 我先把它跳出來 然後我想大家等一下可以來討論 不好意思 就是我要先 就是先 講幾句話 無捨一講故事起來 就是非常的多故事 我們聽 對那他剛剛 一次提到了很多的議題 包含了就是 美國在推廣網路的中立性 那學網的管理 一直26年來到現在 其實大家問說 學網的主管機關是誰 其實沒有人會出來說 我就是學網的主管機關 那還有學網的政策 由管理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 制定學網的政策 有真的 就這兩個委員會 真的有哪一個委員會在制定政策嗎 那政策的討論是怎麼來的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好像跟我們沒有很切身的關係 我們在學校 網路孔插上去 或是Wi-Fi接上去 就上網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情 也不太會有人來說 也不太會感覺到政策的阻撓 其實大家平常一直很在意的 就是數網的流量問題 數網的流量限制 然後數網的所應用 所挖礦 所P2P這些的東西 它都是政策上的決定 大家有沒有一個疑問 這些政策是誰來制定的 是電算中心主任說了算嗎 他為什麼可以訂定這些政策 身為使用者 你又要怎麼樣才能去一起參與其中呢 那我很希望梁博士 可以以CCCA的經驗來告訴我們 在最早最早的時候交大 到底是怎麼訂定數網的政策的 還是它其實是沒有政策的 政策是誰來訂的 那學生怎麼樣站上這個 可以影響政策的角色 好 謝謝 剛剛吳錦長講了很多的歷史 那我這邊提一下我的觀察 在這26年來 台灣的網路其實事實上 在前10年的時候 從大家的共同的平手之主的話 事實上那時候台灣的網路 事實上是非常先進的 是怎麼先進的程度 我舉個例子好了 在那時候的話 像TDWNIC 台灣就是TDWNIC 大陸的CNNIC 是要特別組團來台灣 TDWNIC這邊來取經 來觀摩台灣的網路狀態 但現在目前我們可以知道 電到過來 現在目前美國跟大陸的網路的發展 已經遠遠超過台灣了 但是在26年的網路歷史裡面 前10年台灣是非常先進的 那時候有相當多的公司 甚至來台灣來投資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時候的話 1998、199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學校 可是我的同學鶴元 那時候就比較願意跳出來 那時候就成立了資訊人 那時候資訊人的話 是美國高盛還有Intel 所在投資的 那第一輪就已經拿到了 7、8億美金 7、8億元 和台幣大概7、8億左右 那開始在台灣 信義計畫區那裡設立 那時候有包括設立什麼 Kubit 電商網路 那甚至還做電視廣告 然後呢 那時候正式找到天心 那時候很紅的一個 那個女明星來拍廣告片這樣子 那事實上早期的話 台灣的網路是非常新盛的 那但是呢 很可惜是在 2000年的時候 網路泡沫破滅了以後 結果突然間變成 到了另外一極端 就是說 從突然間非常新盛的狀況 各界那時候的熱度 不遜於現在 在講AI的熱度 那但是呢 一下子大家變得非常極端保守 那保守到後來的話 大家呢 對於網路的投資 各方面的話 都先看成功率與否 那這時候就遇到一個情形 這時候 美國跟大陸的話 他們雖然經過網路泡沫破裂 但是呢 他們還繼續嘗試著一個新的東西 盡量很快去Iteration 來讓這些網路距數累積 那很快的 我們就看到Google Facebook Amazon這些廠商出來的 那即使是中國大陸的話 他們也有 他們的BAT 百度 騰訊 阿里巴巴 京東這些廠商開始出來的 那但是問題在台灣的話 卻是希望有很高的成功率 然後呢 也比較不敢去嘗試 結果反而呢 讓我們的網路變得比較delay 那是可能還有一些 包括一些法規上面的部分 像舉個例子 像支付寶類似這種東西的話 在台灣可能就是遇到很多法規卡住的部分 所以說讓台灣慢慢降下來 所以說現在我們回頭看一下這個時候 如果在當初的網路前十年 因為學網大家共同創造這些東西 然後讓這網路繼續興盛狀況 假如能夠繼續往下持續的話 也許那個學網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實驗室 像是台灣的車庫一樣 然後呢它一個實驗室 然後讓大家再做做實驗 那也許台灣就可以孕育一個完全不同的網路文化 而且剛才的武器縣長也說 沒這種他禁書進到台灣來 其實上那時候是不需要什麼台灣政府許可的 其實事實上在前十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看法是頂倒過來說 台灣透過網路可以走出一道世界 那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 我們希望說在未來的話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學網 我們好好去經營的話 也許有機會變成一個台灣走出去的一個環境 那這就看我們怎麼去看待學網這部分 那也許現在已經26年了 那學網可能也到了一個需要轉變的地方 我們看怎麼樣讓它變得更好 這是一個小小想法 謝謝 我們大家都很推崇就是CCCA這個組織 那除了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讓當時的學生 可以親自參與網路的建構跟營運以外 另外一部分也是在CCCA這十幾年來的歷史 有非常非常多的社員 就是到過了在CCCA內 學習了很多的技術之後成為就是到了學校外 畢業了之後就創立了很多的公司 像現在大家知道當時最有名的無名小站 然後PixNet 然後KKBOX 大部分在台灣很有名的網路公司 或者是比較重要的網路服務 多多少少都有CCCA的成員的跡象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這個局面 這個情形不會停留在十年前CCCA的歷史裡面 而是可以在每個學校都出現 然後在每個學校就是都有這樣子的學生 學生參與社團 參與網路經營 參與網路的服務的創建 然後就變成了就是可能這些參加的學生 可能未來就會是另外一個 台灣的新的網路服務的創辦者或創建者 就是現在行政院在喊說我們台灣要有 獨角獸的網路公司出現 那獨角獸要怎麼成型呢 最早最早還是要有一個地方讓他去練習 讓他去實驗 對 那我們 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就是學術網路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好 那剛剛我們還有討論到另外一個問題是 學術網路到底在台灣的法律上面是怎麼定位的 在台灣的法律上難不成學術網路到現在根本就沒有法規嗎 它到底是在法規上我們是怎麼看待它 它到底合不合法 該不會就是到現在學術網路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的單位 那我們可能要請NCC的陳委員可以為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到底台灣的法律上面是怎麼看待這個東西 這個網路的存在這樣子 謝謝 學術網路基本上來講的話應該還是合法的存在 它並沒有違法的問題 其實它是涉及到剛才我們武董事裡面所講 它是不是還是一個實驗性質 這個是涉及到我們剛才所講 剛才梁博士也提到 到底學術網路它的功能或任務是什麼 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培育人才 讓它一個比如說在學校裡面透過這種所謂學術 或是學生的這種所謂創新運用裡面來講 它作為一個很多的實驗性質 其實學網的性質如果定位在這個 目前也是沒有錯誤的 只是說你要不要進一步去把它 用什麼方法去納管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台灣非常可惜的是說 剛才梁博士也提到 就是說因為網路泡沫以後來講的話 整個投資的保守 而且資金的短缺 其實這個我們現在台灣很多產業 包括我們廣地產業都一樣 碰到類似的問題 台灣最重要的問題是說我們學網很多裡面 很有創新的一些 比如說idea也要或是一些技術也要 它的商品化的過程 就是說商業化的過程其實是不足 也很可惜的 就是說我們並沒有走出去 並沒有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國際化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變成困住在這個地方 那別人在發展 它可能速度開車開得比我們快 我們開得比較慢結果就被超車了 目前的狀況其實基本是這樣子 那剛才吳董士忌也提到很多 比如說如果我們從公共證書 法律的角度來看一下的話 那個學網這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它在中央目前來講 就是教育部再去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專用的 一個特殊的網路 它跟我們一般商用的網路是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它又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問題 就是剛才所提的 每個地方政府的做法不一樣 然後每個地方政府投入的資源也不同 甚至認知不一樣 那其實我如果說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主席試者 還是可能要教育部出來出面 來協調大家去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的確它也會涉及到地方 有些是地方事務 像各位都知道 中小學是地方政府的事務 不是教育部的事務 這不是教育部推委責任 而是因為法律上明目規定是這樣沒有錯 教育部如果去管到中小學 變成教育部是越權的問題 那反而倒是說 我認為學術網路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公共化的 它跟商業化不一樣 那如果要經營來講的話 是可以思考說 把它整套的這個 所謂網路系統 用一個財產法 或是用行政法的角度去思考去經營 因為基本上保留它的所謂公共性 學術性的用意去考去 那跟我們一般商用的網路 是不一樣的 那至於說這個要不要拿著 照這個問題來講 將來如果電信管理法出力 如果通過來講 很多像這種東西 跟電信有關的 我們將來也不再 可能再不再區分第一類 第二類 將來基本上來講 電信的事業的經營 基本上是採登記制的 不像我們現在是採許可制的 所以將來基本上是非常自由 那問題是說 第一個誰來經營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錢從哪裡來 第三個 怎麼讓它維持一種 所謂的開放創新的繼續下去 那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當然我認為 這個可能也不是 純粹只是教育部 可能還不到行政院層次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 這會涉及在錢 如果業務上 可能是教育部的關係 可是如果是資金 那可能是中央跟地方 你要怎麼 這個錢要怎麼去投入的問題 甚至於各位都知道 我們坐在這裡是中研院 中研院是誰管的 中研教育部也管不到 中研是總統府 各位都知道 你們坐在這個位置的地方 這個是中研院 這個中研院是總統府管的 這不是教育部 教育部也管不到中研院 我每次來這個會議庭 這個會議庭 我來過好多次了 每次都是參加法律所的研討會 可是各位 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網路因為它是變成 這個技術已經滲透出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每一個政治經濟社會 每一個環節裡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像說 你指哪一個部位 它一定是整個國家的力量 去做一個規劃 可是網路又碰到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說 基本上各位都知道 網路的user基本上來講 不希望國家干預太多 甚至你如果真正有一個政策出來 有時候不見得 也不見得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這個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當時在這個電信官 那個數位通訊傳播法裡面 來講 那什麼governance的問題 這個東西一定要是政府 企業 民間 還有如果我們像 它那個學術網路來講 還要把學術界 在共同來參與 怎麼去思考這個東西 要怎麼樣去 讓它永續經營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如果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你把它定位為 是一種學術實驗性質來講 做一個實驗網路 基本上在法律下 是不會有問題 也不會有違法的問題 謝謝 好 那剛剛user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學術網路 是不是實驗網路 它現在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還是實驗網路 那它是不是未來應該要走向一個 獨立ISP的ISP化的架構來進行 那我們可以請無所再討論一下 我先把問題丟出來 第一個部分是 假設它是一個沒有license的ISP 我們說 我們就承認它叫做實驗網路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真的解決的問題沒有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又把它丟為 因為學術網路是教育部 大家都知道教育部的problem 出在哪裡 教育部的problem是 他根本不敢去管國立大學 因為不小心那個國立大學 不小心就變他老闆 所以教育部根本 對學術網路這些 所謂學術網路管理有員會的委員 你都不知道哪一天他會變成你老闆 所以講難聽點 他根本不敢去管 也不敢去處理問題 他知道有問題 但不知道怎麼處理 剛剛梁博士提到另外一個 又讓我想出來 另外第三個問題出在哪裡 他剛剛在講TWNIC 我告訴你TWNIC 基本上也是一個違法單位 為什麼是違法單位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最簡單的 TWNIC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管點TW 請問有哪一個法規說點TW 一定是TWNIC來operation 它有法律基礎嗎 你知道嗎 曾經發生一件事情 在國際上 因為TWNIC號稱它 叫做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 當時在ABNIC的時候要求 你要做NIR可以 你要得到你國家的授權 你知道嗎 他當時TWNIC的管理單位是誰 叫做油電師 交通部 交通部不敢給他授權 因為他用什麼樣的法律程序完成說 他可以來獨家operation.tw 日本知道這個問題 日本在公元2012年的時候 通產省把點JPR公開招標 然後我JPRIS標到 所以他完成法律程序 你告訴我TWNIC的法律程序在哪裡 很簡單 點TW當初 你要我再講一段歷史 這個很簡單 陳文生跑去跟John Postel說 我要來run.tw 所以陳文生就拿到 那為什麼陳文生 因為陳文生剛好是 當時教育部電算中心的副主任 然後莫名其妙在某一個時間點 這個點TW管理人在 iCAN的註冊的時候 從陳文生被轉到 TWNIC的副執行長 叫做李愛謙 請問中華民國 我們有法律程序嗎 所以TWNIC本身也是一個違法單位 更進一步的 請問誰可以賣點TW 一般我們叫Registrar 經銷商 各位大概知道在座 只要你要去登記點TW 交八百塊 一年八百塊 八百塊誰訂出來的 他們自己訂出來的 合理嗎 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而且這八百塊怎麼分帳 經銷商哪一半 TWNIC哪一半 這個根本違反國際管理 連中國大陸都比你進步 中國大陸的TWNIC只領 只收五塊錢人民幣 然後你賣多少錢 是經銷商的事他根本不管 沒有什麼叫不二價 所以你可以買到二十塊錢人民幣 你也可以買到二十塊人民幣 你也可以買到二十塊人民幣 你也可以買到五十塊人民幣 整個程序不完整嗎 而且經銷商為什麼TWNIC講得算 各位知道現在在台灣 有幾家公司可以賣點TW嗎 就TWNIC定義大概在十二家到十三家左右 那我說我要做他的經銷商可以不可以 TWNIC球員兼裁判決定你可以你不可以 請問TWNIC假設我記得沒錯 最近轉到通常會要不要管一管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台灣 你說從進步變成退後 因為很簡單嘛 既得利益不願意放棄嘛 講白了叫做既得利益不願意放棄 他的既得利益 從另外一個角度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的governance做得很爛 我們的管理做得超爛 這個管理千萬不要以為都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民間有責任 為什麼有人願意去接受這樣子的管理 我舉個例子 當然台灣有很多花招 在座很多可能都知道 現在要一個domainnet 我不一定要註冊.tw 我可以找一個不要錢的 譬如說.cc 我可以用一個不要錢的domainnet嗎 我就不要掛你.tw總可以吧 我不要付你隔一年800塊 那這個只會造成什麼現象呢 造成一個台灣的現象就是 這個產業萎縮 你知道在中國大陸.cn有多少經銷商嗎 講的你都會嚇一跳 我們剛剛講.tw只有12家到15家 中國大陸的經銷商連 這個reseller 我們一般叫reseller 再銷售 經銷的再經銷 中國大陸的CNN可有一萬多家 那你說中國大陸比較大 你開玩笑是吧 你知道中國大陸只比台灣大60倍啊 它有一萬家 我們有12家 這個是幾倍啊 一千倍呢 一千倍呢 那你說台灣.tw.nic 說我們註冊.tw 我們有很多個 你看我們有差不多50萬個註冊量 這個小話 你要不要問問50萬的註冊量 有多少錢領到錢的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政府機關的.tw都不肯付錢 gov.tw 你哪一個單位付過錢 所有的學校.edu.tw 誰付過錢 都不肯交錢啊 所以50萬裡頭 有一堆根本不交錢的 合理嗎 為什麼我們註冊.tw要付800塊 政府不要錢 然後學校不要錢 合理性在哪裡 法律基礎在哪裡 更不要講另外一個議題 它造成的一個負面的效果 就是在台灣啊 很簡單 荷蘭的人口比台灣少 荷蘭 荷蘭的.nl的註冊量是260萬 沒有人有特權 但是在台灣顯然.tw是有特權的 因為有人可以不要交錢 有人要交錢 所以我先把問題丟出來 大家好好想想 今天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就是tw在上面有一個攤位 大家可以去跟他們交流一下 對我們 我們平常可能都很好奇 就是註冊.tw為什麼就是比別人貴 為什麼就是比點cc貴 比點info貴 比點各種 點抗都比tw便宜很多很多 對所以 這其實是一個跟我們很切身有關的問題 大家可能過去從來沒有想過 或者是你過去想過 但你不知道答案 那我們現在大概知道答案的就是 因為我們忽略了治理這一塊 忽略了網路政策的治理 網路的治理 或許是過去的歷史因素造成的 如果我們從現在開始關心的話 那可能就可以改變這個環境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 就是最快的 最 近期最快的參與方式 是7月中的時候 7月13號到14號 有一個 第二屆的twrigf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 在7月13到14 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網路治理論壇 我們在那個活動上面 我們可以更深入的討論 這些各種各種跟網路政策有關的議題 包含了.tw 包含了pearing 包含了剛剛講的routing的問題 那包含了政策制定法規相關的問題 是我們可以在那個場域可以 可以現在正在call for proposal 大家可以上去提案 那我們可以在那邊更深入的討論 這些相關的議題 好那我們剛剛稍微有碰觸到一點就是法規相關的事情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台灣如果你經營的是一個網路公司 或者是你要做一個網路服務相關的法令有多少 然後還有 目前有多少的法令在立法院等著 等著審議等著會通過 然後可能會有關 那我可以先簡單的提幾個給大家知道一下 包含了數位通訊傳播法 電信管理法 通訊傳播基本法 通訊保障法 通保法 資通安全管理法 這是最近近期幾個月內 曾經有聽說過就是行政院提出來 可能NZ提出來 可能已經在行政院通過要一讀 然後目前正在等待二讀三讀的程序 都在這幾個月內發生 都在過去這兩年這兩三年內被提出來 然後在可能在未來的這一年這兩年內會通過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關注一下這些法律 因為他們都跟我們的使用網路服務 或者是跟我們營運網路服務都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對包含了peering 包含了網路中立 包含了收費的問題 然後還有是不是有更多的網路服務可以合法化 包含了管制 解除管制 都包含這些法令裡面 最後這個論壇的最後 我們希望可以多討論一下 就是網路的治理 網路的治理模式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包含 學術網路它到底應該要 它到底它的法令的依據是什麼 然後TWM這樣的法令的依據是什麼 然後我們在學校 所受到的那些跟網路有關的限制 包含像是流量的限制 像是風包 所特定服務的限制 像是我們現在聽說有些學校有風包側路的機器 正在運作中 包含了風包側路這樣子的機制 那這些機制 它到底是怎麼制定的 它的政策是怎麼定定的 過去可能沒有法令的依據 或者是沒有一個很明確 或者是一個很易於參與的機制 那未來我們希望它可以走向什麼樣子的模式 可以讓學術網路變得更容易孕育出 就是新的服務 能夠讓大家練習到更多的技術 讓大家把更多新的技術帶進來 那希望三位與團人可以各自 針對學術網路未來的理想上未來應該要怎麼進行 應該要怎麼樣子發展各提供五分鐘的建議 那我們請委員先好了 好 謝謝 每次聽吳董事發言都火力四射 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邀請吳董事到我們會裡演講過好幾次 每次都是火力四射 這個我們收穫很多 不過我們先回應一下剛吳董事所講 的確T&RM最新才到我們NCC底下 以前是交換部 所以他董監事包括現在的執行長 總執行長 執行長 全部換人 的確如果說有相關的問題 我可以待會兒去反應 我們再怎麼討論這個問題 的確因為我想吳董事 已經當過ICAD裡面的Member 裡面的Board裡面的Member 所以基本上來講很知道說 基本上網路是一個所謂的 本來它的產生來講 就不是由政府主導的 所以點TW這個部分來講 本來我們法律上其實完全 這個的確是沒有規範的 這個基本上都是由所謂的 這個網路這個社群自己 去規範出來的東西 當然TWNIC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它目前是一個財團法人 我們現在整個運作是TWNIC 回到我們這邊以後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對它有一些期待 我們上次也邀請他們董事長 跟執行長到本會去報告 現在的業務狀況 至於說涉及到各位的這些 所謂相關的費用 還有剛才講說 那個GOV的或者是EDU 這些有沒有收費的問題 我想我們這個回去再討論好了 因為本人今天只是代表個人 沒有辦法代表本會的立場 但是我覺得這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剛才那個進銷上這個resale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可以再去討論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作為一個未來各位 可能在網路上創業者 創業的人來講的話 所涉及到法規 第一個網路我們原則上是不納管的 網路是自由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如果不是第二類電信業者來講的話 尤其是未來 我剛才講第一類第二類 是現在的現行的電信法 未來的電信管理法裡面來講 這種分類是取消了 將來基本上來講的話 很多東西如果是涉及到 跟電信有關的 那是採登記制 那如果你們網路的 將來網路創業不是跟電信有相關的 這個的話 那其他基本上來講 就回歸到各自的主管機關去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我們在台灣來講 對網路基本上是屬於低度的 很多東西甚至根本沒有關 那倒是剛才所講的 那個風暴策入的問題 基本上來講 風暴策入 很多可能是跟國家安全或反恐 或者其他犯罪偵查有關係的 倒不是說跟商業運作有關係 那比如說各位都知道 網路犯罪 自從網路以後 網路犯罪是一個新的 我們在研究犯罪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網路犯罪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像這種所謂的 剛才其實主持人也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通訊監察的問題 就是我們俗稱叫監聽 以前的監聽都是在電話 尤其以前早期還顧網 後來變成行動 那現在最主要是網路 因為各位都知道 現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尤其是跨國犯罪也好 或是恐怖分子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 甚至國家安全來講 它很多可能是透過網路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將來無可避免 一定會有相關的機制 但是它的法律裡面 基本上來講是放在 比如說像通訊保障檢查法裡面 那這裡跟各位誠信一下 我們數位通訊傳播法裡面來講 這個Cyber Road裡面來講 它最主要是一種產業法 所以它規範的是一個 低密度的規範 它基本上很多東西是不太管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並沒有所謂的高度管制的問題 你說你去看一下 數位通訊傳播法的草案 我這裡講 數位通訊傳播法 電信管理法 還有自動安全管理法 這個基本上來講 很多都還是在草案階段而已 那將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們在網路上穿業的部分 會跟這個東西比較有關 大部分跟這個東西 不見得那麼有關係 反而跟各位 將來創業比較有關係 是一個叫做個人資料保護法 還有著作權法 在網路上來講的話 你們很多的在 如果是在硬體 提供的是一種所謂的硬體 是這種service來講 很多會跟什麼 會跟著作權有關 會跟個資的保護有關 如果你們將來網路創業 很多是設定硬體的話 那可能會將來是跟專利有關係 跟專利有關係 所以就要看你們將來自己的 創業的 將來是一種所謂的製造業 還是一種服務業 看你們自己未來創業的環境 是不一樣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一個big data的時代 就是大數據 大家都聽到大數據 剛才講到AI 我們要講到IoT 5G時代裡面來講 IoT 講AI來講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是 那個叫data protection的問題 就是所謂資料保護的問題 我想各位都知道 今年5月25號來講的話 歐洲、歐盟要實行GDPR的問題 將來你們如果在網上創業 有涉及到這個data flow 這個所謂的資料流 會跟歐盟有關係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去符合GDPR的規定 否則會面臨很嚴重的這種所謂處罰 所以GDPR現在是全世界 都一個非常關心的 因為各位都知道 在整個科技發展裡面來講的話 全世界這十大的這種 所謂創新的科技公司裡面 基本上不是在美國 要不是在中國 要不然可能日本還有一家 其他沒有歐洲的公司 那可是歐洲基本上 它是就是用從這個人權 尤其是從個資保護的角度去切入這一點 就是說它在整個未來 在所謂AI時代 或者整個所謂的5G時代裡面來講 它最重要是什麼 它透過這種所謂GDPR 去讓歐盟在整個未來的 這種大數據時代裡面來講 它保有一定的競爭力 它以歐盟的整個市場 當然這不是關稅 但是它是一種市場的力量去強化它的競爭 所以我這裡跟各位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們將來的 要走網路產業這一塊 而且是跟歐盟有關係的話 你的業務是跟歐洲有關係 那個GDPR這個部分要必須特別要注意 那其實GDPR很多規定的 在我們目前個資法裡面 也有一些相類似的規定 但我們沒有像它 我們有一個比較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很多在我們的個資法裡面 也有相類似的規定 只是說有一些細節上的差異 這裡跟各位特別提醒一下 好 謝謝 那剛剛無捨提到就是 我們現在十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先看一下那個slido上面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就是為大家 讓大家提問這樣子 我現在看到slido 目前最高分的一個問題是 今天因為學術網路是 就是不是法人 也不是公司 也不是營利機構 所以學術自由可以獲得保障 那如果學術網路 像我們所講的 它可能合法化走ISP的路線 ISP化的話 它要如何避免政治或商業的利益來干預 那無捨有沒有快速的回答一下 三分鐘快速的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都會怕說就是學網 如果商業化之後就是可能會 你以為現在的學術網路就沒有政治干預嗎 我都不相信 太天真了吧 不管它是不是一個ISP或是不是ISP 它會不會被政治干預 這是兩碼的事 不要把這個扯在一起 我從來不相信 政治想干預的時候是沒有路可以進去的 譬如說以現在為例就好了 現在這樣子的模式你覺得會更好嗎 這個最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真的想要大張旗鼓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也知道他的角色是很尷尬很詭異的 所以譬如說你剛剛有人在問說 為什麼要限制評判 那第一個 因為他是用公共預算嘛 那你不限制評判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任何一個業者或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到立法院去執行一個教育部的人說 他用公共預算結果他在做私人盈利的事情 請問這個沒有叫政治干預嗎 你知道嗎 那政治干預多得很耶 還有立法委員直接在立法院裡面 執行教育部說 那個色情暴力你們都沒抓 那請問怎麼抓 教育部怎麼抓 所以教育部只好下令說 學術網路你要小心啊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設定什麼什麼色情資料庫啊 避免被人家看到色情的資料啊 類似的 請問沒有政治干預嗎 太低估了吧 政治干預是無孔不入的 我剛剛無捨這樣一講 我就想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 就是五名小戰當時要商業化的時候 就是交大的記中主任也是被叫到立法院去被質詢 說這是不是有利益的問題啊 有這樣的問題啊 對好那我們這邊剛好有一個第二個問題是 呃 David這邊提的嘛 就是台灣網路產業有個問題是 就是基礎建設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少啊 因為目前我們看到大部分的技術人員 都是四五十歲的年齡層 那像我們這樣子就是三十歲二十歲的學生 反而就是這個年齡層的人反而很少 不知道那個 不知道 那個梁博士 是不是可以從CCCA這邊的那個 或是從他在這產業的就業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能夠促進 就是這個比較低年齡層的 來參與台灣網路的基礎建設 或是基礎的營運這樣子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在基礎建設的營運部分的話 其實事實上並沒有少 而且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也很多機會 倒是可以各個同學可以多多來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目前在說網路的時候 不是只有實體的有線網路 現在更大是無線的網路 大家知道說在未來的話 現在目前是3G 4G的網路 未來5G的網路的話 可能會需要更多人才 而且不只是人使用的網路 還包括說物使用的網路 就IoT的部分 IoT的部分的話 網路的需求 可能是百倍於人的網路這樣子 所以說到時候我們會看到說 世界上的話會有各種網路 不只是我們人的通訊的網路 IoT的網路 你車子之間也有網路 然後你有一些什麼共享單車 那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什麼NBIoT 什麼這些網路 所以說Infrastructure 就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元 所以我們想顛倒過來的法是 各位同學的話 應該多多投入這個產業 因為後面有很多的機會 絕對不是大家現在看的 覺得說好像年齡層 管理層變少了 因為可能也許你們只看到 管理實體的有線網路那些人 但實際上 無線網路的地方可能更多 那往往這也是世界上的趨勢 你看到世界上的話從 然後Internet已經走到Mobile Internet了 未來的物聯網Internet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大的 OK 好 請 我會補充一點 剛才梁博士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們在講Internet 現在都在講人跟人 其實那個IoT 或IoT 這個才是未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發展 那我們現在的基地台 世紀的基地台 基本上比較高速基地台 基本上長得比較大 大家可以在路邊就看得到 未來來講 5G時代來講的話 基地台是個small cell 那個是一個越來越小化 而且越來越細 而且IoT的部件 越來越密 將來需要這方面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絕對不會越來越少 我覺得這個機會 各位都知道你們這個年齡層 剛好是碰到5G跟IoT跟AI的時代 這個將來是另外一方局面 所以你們現在學的Internet的知識 恐怕將來還要更進一步提升 因為我們在外面來講 產業發展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最重要是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坦白說台灣現在在Infrastructure的Topology 真正願意花時間去看的人 越來越少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請問你現在在學校裡面 還有人在教作業系統嗎 有人在教OS嗎 有 但是可能沒有像以前 要學生build一個OS 以前洗清洗在台大教書的時候 他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要寫一個OS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現在在Infrastructure這一塊 有人看過台灣整個Infrastructure的結構 長成什麼樣子嗎 我覺得這一塊其實千萬不要追逐 很多東西是非常fundamental 非常基礎的 這個部分大家都忽略了 比如說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封著全部所有人去做APP 但是APP不要忘了 你是活在別人的世界裡頭 真的懂網路的人 絕對不會把APP變成它的主要業務 因為那個是 你是活在人家的設定的空間條件裡頭的 所以那個Topology是基礎 fundamental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很多時候都忽略了這一塊的重要性 這個是整個台灣要非常小心這一塊 那補充一下網路通訊部分 因為我本身也在聯發科技服務 光是我們手機裡面 光是在做Modern那塊人的話 大概就有三千多人在做Modern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的話是有相多人投入的部分 那另外在網路思考上面說 我們應該要顛倒過來想 剛才我們怕說頻寬用太多用不完 但是等到到5G的時代的時候 是頻寬太大用不完 現在目前的話我們的手機網路 也許是大概幾百Meg什麼之類而已 到5G時代的話 頻寬是幾GB的 無限的頻寬在使用 那你怎麼樣去利用這個頻寬 來創造更多的價值 我們倒是鼓勵各位同學 能好好想一想 你們是台灣的未來 如果說你們能小到小 好好利用這部分的話 你們也許哪一天呢 就可以創造一個 可以打敗Google、BAT 他們這些產業 那這個話才是台灣的未來希望 勉勵大家謝謝 好那最後呢 我提供給大家幾個關鍵字 就是如果你對 你覺得網路治理 對你到底有什麼關聯性 你覺得很疑惑的話 在過去這幾個月 你或許就有聽過 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有聽過FCC撤銷網路中立性的議題 有聽過個資法 還有剛剛委員有講到的 歐盟GDP它有多厲害呢 就是如果你的網路服務 有任何歐盟的公民在使用 你違反GDP它就可以罰你全年營收的一半 就算你的網站不在歐盟 你公司不在歐盟 它可以罰你一半的錢這樣子 就是這些議題都是跟網路治理 非常非常的有關聯性 也是在大家如果是使用網路服務的時候 或者是建構網路服務的時候 都會非常的有切身的關聯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繼續的去關切它 那如果對網路治理相關的議題 有興趣的話 我們年中有一個TWIGF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 然後TWNIC他們其實也有一個 台灣網路青年論壇 那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參與 那還有在學校的時候 你可以像是過去的CCCA一樣 多多的去參與學校的一些基礎建設 學校的網路營運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用 親自去影響網路的政策發展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讓 希望就可以讓台灣的網路產業 跟整個學術網路的 整個學校的網路的發展 可以越來越好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就是三位講者 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論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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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